第二点是,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,本校全力配合警政机关的侦办。 第三,本校曾透过教官、諮商辅导会议各种管道协助关心,在关怀反弹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, 且事发前并没有具体的征兆。 第四,东海大学近日将对相关同学加强创伤症候群的心理资商补导, 并尽快学习学生维持正常的学习生活。 这个包含就是我们会开放我们的教堂。 第五,本校将尽速成立专案委员会, 邀请犯罪心理学、社会学家等专家学者, 对于本事件之陈运预防做出深入的探讨。 第六,东海大学将致力关注本校学生身心发展, 持续在教育岗位上。